台湾姑娘叶维仪十字岁之身来到大雾 广州求学八年找到了她的发展方向 2005年叶维仪去了景德镇 三年里才能分成学到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去了景德镇 她沉溺于中国传统香味文化和香味陶秘制作 她的粉彩 她的镂空 她都大大的丰富了 这个姜如作为使用器具的观赏性 她的香味传统中日韩的时尚感 她的创作灵感源自中华传统文化 从中国传统的元素里面出发 因为传统温暂时真的太迷人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分子引用水 好水好水好水 好水好水 六分子水 新年的歌声 万年的韵味 民族文化的殿堂 走遍大地神州 最美多彩贵州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涯共识节目 我是主持人方程 一位美丽的台湾姑娘 最新于中国传统的香儒文化 她离开台湾到大陆学艺14年 其间呢 她设计制作了上百个品种的陶瓷香儒 可以说她的作品啊 使大家呢 又重新唤起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意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用热烈掌声 有请来自台湾从事香儒制作的陶瓶家 聂文尼小姐 以及大陆的陶瓶鉴赏家 赵涵志先生 有请 欢迎叶小姐 欢迎叶小姐 节目还没有开始 所有现场的朋友 就被桌子上这些琳琅满目的漂亮的艺术品 深深的吸引了 这些漂亮的艺术品 都是出自叶小姐的双手 来 请我们的作者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个是我就是大概制作了四五年 研究了四五年的香儒 它等于说是薰香儒吧 就是古代应该是叫 严格点叫薰儒 那么这些就是香道工具 香道用的那种 我们看这个香儒啊 好像跟我们过去看的这种传统的老师的香儒 有很大的区别 是吧 你看高的矮的 大的小的 圆的 方的 有盖的 没盖的 给我们介绍介绍 你说它每一款 有自己的名字吗 造型的特点啊 包括有什么样的类型 它是我用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些咒语 比如南无阿弥陀佛 或者是经文里面一个比较有寓意的一句截子 然后我就把它设计成图案 当成这个镂空的这些洞 那么就边排布在这附近 这上面这样一圈 那么远远看起来呢 就看不出来是字 但是你仔细看了 仔细看了它上面 是一个个的中文字 并行那个意思在里面 它那些 其实中国字 就是分开来看 它都是非常抽象的 但是它结合了 它本来有一个字意 连起来一个佛的寄语 所以它又寄托了一些意思在里面 有点像的时候 那么这个 烟从这个洞里面这样子飘出来 那相当于就好像我们在念念咒语 哦 不像也读的意思 不过我看了半天 我也没看出这是什么字 这个是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就是咒语炉 咒语炉 这一款很可爱 这应该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青花类型吧 是 青花就上面的图案是传统的蝉姿连图案 嗯 所以稍微做了一点简化 那上面的镂空是一个凤凰 凤凰 哦 离近了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凤凰 对 嗯 我们打开看一下 嗯 打开 这里面可以放姜 可以放这种盘姜是吗 香灰上面 然后再放香 这个我看出来 这个是我最近去东房 然后看了一些里面的壁画 那我挺感动的 所以我最感动是那些签索 就是签索的那些图案 一个个的就整个洞穴全部画满 所以我就回来借鉴了一下 就设置了一款这样的巷路 这有什么名字吗 还没取名吗 还没有 还没有 刚刚做出来了 哦 这已经大一点了 应该更难了吧 嗯 这个是我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品 叫金玉满堂 它这个难度还是三角的 要接起来烧制这么高温的话 它很容易变形 是 这个三竹的我们前后大概之前 烧坏了大概有五十个吧 嗯 那后来我们掌握了一些技巧之后呢 它现在烧制就还算比较好 金玉满堂 对 而且是三只可爱的大象来做这个角 旁边是粉彩 中间这个部分是镂空的 啊 镂空的也雕的是花 这好像是四件 应该是一组一个系列是吗 这是青金玫系列的香道组 哦 青金玫 因为上面我看有漂亮的梅花 对吧 金玫 就是 我上面这些梅花 我们是用了纯黄金粉去调制的颜料 然后比较上去 二次再烧成的 嗯 对 就是金玫系列 嗯 对 其实 详细说应该是青金玫 青金玫 就是青色的 嗯 然后上面也有青色 其实就是 也是象征这种冬天 但是梅花它却很灿烂的意思 嗯 而且是属于比较简单的香道组 因为再更复杂一点 它可能还会加一个像这样的碳炉 哦 就是它有一个工具 上面会放一个铁一样的东西 上面有网子 是专门在把这个碳燃着的 哦 那 呃 因为在每一个步骤 不管香道查到 就每一个步骤 它必须很精致 呃 也很漂亮 嗯 所以每一个东西它都要有器具 嗯 那这个它主要是放 呃 所有 你要夹香炭啊 你要呃 夹鱼米片啊 你要夹香材 还要瓜辉 还要咬香粉的东西的工具 哦 放在这个工具桶里面 这个有一点像我们平时喝茶的那个 茶道的那个 对 一套的工具 嗯 哦 那这个小盒子它就是放香材的 哦 那这个打开 哦 那香材 小木块就放在这里面 或是有的你可以放香粉 嗯 那你就用起来 那你花到里面放茶叶的那个 茶叶罐一样的 茶叶罐 那你就很优雅 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是 整系列的 所有粉彩系列 对 粉彩系列的香炉 那它上面也是一朵莲花 那它旁边这些纹目是 铜钱纹 铜钱 我可以打开 打开给观众看一下 那我黏住了 好 我来拿一下 你看 上面这每个孔 像那个铜钱中间的那个方形的孔 哦 像铜钱一样 然后中间是一朵莲花 嗯 那它的特色就是 它高竹 嗯 那它可以粉一些比较小的香环 或者是点香粉 都可以 这个很精巧哈 嗯 可以放在案头书桌上 是 最小其实更难做 为什么呢 因为它 它在 我们在刻这个洞的时候 它不太容易受力 哦 就是它很脆弱嘛 所以越小的东西 它就其实越难做 这个是八级香炉 嗯 那我上面用了 呃 佛教的一个经典的宝像花纹 做一个装饰 那它的这个炉身 下面是 八级香的图案 嗯 那中间还有蝙蝠 其实 一切都是为了象征 吉祥 嗯 就是吉祥如意这样 嗯 上大真上美 这个 这个有莲花造型的 嗯 这个 这个莲花粉采的这个 这个我是叫它莲花炉 莲花 嗯 那本身我就是利用它这个造型 呃 直接的让它这个莲 就像一朵莲花 那旁边就有一些 呃 绿叶来秤扣它 当时是为了我师父的一个法会 呃 想做七朵莲花给它 他们有御佛节 那我想做七个莲花 象征佛佛出生的时候 它是踩了七步 然后呃 踩了七步 然后它每早踩一步 都有一朵莲花长出来 嗯 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设计 嗯 想要供养 这个能打开看一下吗 里面是什么样子 可以 你好 嗯 黏住了 哦 是这样的 嗯 大家看一下里面 就要这样的 可以放香香粉 然后盖子 啊 是这样的 很漂亮 顶上是一个莲花 中间像这个莲蓬的这个样子 这些镂盆都是很巧妙的 对 非常非常巧 啊 很漂亮 而且还有这个佛教的用意 好 谢谢 那么最后这一件呢 哦 这件 好像花瓶一样的作品 是 这件是我稍微就是改变了一下传统造型 我想做现代简练一点的 那么可以放在一些深颜色的家具上面 嗯 那就可能就会比较出彩 嗯 那它是粘节的结构 哦 三个部分 哦 对 因为它这个烧制它有困难 就是如果你要做这么高 你必须分段做 嗯 而且我感觉这样分段其实也挺 就是 给它多一个程序吧 嗯 多一个 这样子 多一个节奏 对 节奏感就更强 嗯 这个 这应该是我们中国传统的青花的 青花 青花 这个 这个系列跟这个系列 就是青花 其实这个系列是从这里远分出去的 哦 嗯 那这个青花系列是不是也应该是你在这个景德镇 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种 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一提到景德镇 首先讲的就是青花 嗯 嗯 对 嗯 我们讲 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 说这么漂亮 嗯 下次我给你买一个回家 贵不贵啊 哈哈 大概价钱是怎么样的呀 我感觉这东西就是喜欢的人就不觉得贵 哈哈 那么用不上的或者是他觉得就收集品 就可能他就会觉得贵 嗯 大概一个比如说简单一点的价位是在多少一个范围之内 简单啊 嗯 像这种大型的香炉我就没有出售 嗯 我只是作为展览用 对 像那个小型的 小型的也要看它的制作工艺 嗯 嗯 这里面可能价格比较便宜的 嗯 就是这个 哦 葫芦 葫芦 因为它右上的工艺没有太多 嗯 嗯 就直接烧制就可以 而且一式成型的 对 那么其他的像这种青花啊 粉彩的 呃可能价格就会 稍微贵一点 稍微贵一点 嗯 那么训练价大概就是 呃三千多四千块这样吧 知道 嗯 一百块的也有 嗯 哎我看大家平平点头了 叶文仪的香云站陶瓷这个工房 在江西井的正旁边的一个小山村 它租了一座农家大院 移动二层小楼 这是叶文仪亲自挑衅的地方 楼下是陶瓷各种工序制作的地方 从陶瓷的拉梯 成型 上用 它都签字参与 一边干 一边学 在铁格镇 陶瓷制作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它的陶瓷制作产业链非常发达 所有的工序都可以代加工 但是 叶文仪制作的是小批量的创业产品 需要特殊加工 所以 它组建陶瓷制作团队 自己加工 这样做 叶文仪要貌很大的经济风险 如果陶瓷作品漫不出去 它就无法坚持下去 叶文仪在制作工房里 安置了烧气的窑和电炉 它设计制作的香炉 大部分是文采 苗金等复杂工艺的陶瓷作品 先把毛皮作品精细兴富 完成后上用 先进行第一次高温烧制 需要在1300度的温度下 烧制十多个小时 烧好后二次上用 放入电炉 进行高温烧制 这样一个作品才能够完成 由于每次烧制的产品 不是具有创意的新作品 带有实面性质 所以成功率很低 慢慢的叶文仪 已经有了这种承受能力 有没有考虑过吗 我费了半天机 你看这个20%的成功率 那因为我迈不出去 我怎么养活自己呢 我这个工作室怎么维持呢 所以当时维持工作室 是很艰难的 就是说 我也常怀疑自己 就是干嘛要一直这样子 要一直这样做这个东西呢 因为好多人呢 就说你不要再做香炉 因为也够了 市场不需要这么多款式的香炉 那么甚至有朋友来 就说你这样做得很好了 你可以开始转型做塔具了 对啊 就不要再做香炉 那因为你做下去 研究了一样东西之后 你就会 还有很多种想法 就是还有 可以这个可能 可以那个可能 那我当时就是没有把它当成一个 等于说是拿来养活我的一种 身材的一种方式在做 我完全就是把它当成一个课题 就好像我自己给自己出了一个课题 那么我必须去攻克这些课题的一些点 那课题满意了 那我也许会先歇一会儿这样 非常执着于自己的这个兴趣 一定要做出一个对自己满意的交代 叶文仪这次主要烧制的是一些新创意香炉 包括有佛像设计的小香炉 他在这款香炉的右面配方上 进行了一些调整 他希望香炉是一种发旧的色调 有一定的历史擦桑感 漂亮啊 这个烧得很成功 这也要烧了13个小时 13个小时 然后因为这次调整了一下 这个中间的色调 所以现在这个色调 它就更加协调 浓淡就很适宜这样 这门就好顺着你的大罐吗 不是的 因为我们我们做的商务都是小件 你看我们的窑已经不大了 就两块板 但是我们要塞满一整个窑的话 补吸都是要两个星期的时间 如果想缩短烧窑的时间